大家好,这是电鱼,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幻想十二 《黄盗十代》 这款游戏的视频攻略 我们来看一下给这个 叫潘妮的这个 这个女主角啊,给她 进行一下职业选择 五僧好像不太适合,时空魔战士 破坏者,对一个女孩来说 看起来有点恐怖,黑魔道士 黑魔法 黑魔法有点阴暗啊,分明是正派人物 匕首 这个有点像这个女孩啊,急救 恢复临死伙伴的 冰死伙伴的血 白魔道士 白魔法 流伤 枪其兵 这个白魔道士还好啊 让这个 主角 选择白魔道士的职业 但她的职业 一旦选上之后 就不能改变了 好,我们现在 就继续上一集的任务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将这些 冒着黄光的 发光的这些石头 把他们能量吸收到 吸收到这个 男主角上一集拿到的 殷石中 看旁边那个 条了吗 这个 这个能量就 充满了 赶紧跑 好 这么多敌人 我是不想在这里 花太多时间去打 要练怪的话 我底下会有时间自己去练怪 哇,又开始要打了 赶紧跑 看能不能绕过去 希望这些敌人不发现我 还是发现了 哇 我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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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干掉了 对不起美女 不是我不想救你 现在来的太突然了 这么几下就 就干掉了 哇,这里好多敌人 哇 赶紧逃啊 战斗状态可以用吗 战斗状态可以吸水晶吗 哇,可以 太好了 这个RPG游戏啊 这种角色扮演游戏让我想起了 这个 当年的一些 当年的一些 我最早接触的 角色扮演游戏 那个好像还是台湾的 仙剑奇侠传 啊 我感觉还是很好玩的 这是我最早 好 激触的角色扮演游戏 看下能不能把我的女主角给救回来 凤凰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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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敌人还不算非常强,所以可以练下,练下机 练下机 這個兔子 逃跑得很快 確認走的路是正確的 快點 好 再打一下兔子 好,这回都收集满了 好,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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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